店员忙着将餐点交给顾客 这家位于基隆市一二路的连锁水饺店生意不错 一二月份的发票更开出大奖 一位顾客只花了82元买15颗水饺 结果就中了当期一千万 超级幸运 不过到目前为止得主都还未领取 国税局方面表示领奖期限到7月5号为止 提醒中奖民众千万别和财神爷插身而过 这位幸运的消费者呢 他是在110年一二月起的时候 在我们辖区的八方云集购买了招牌的水饺 15颗然后消费是82元 那很幸运的他中了一二月起的千万发票 那目前财政部他有公布 目前消费者还没有上位去领奖 那在此呼吁消费者在一二月起发票领奖的期限 是到110年的7月5号 希望你把握时间然后去领奖 另外三四月开出的统一发票 金融市也分别在软软区软软街 精彩大卖场开出特奖200万元 以及在仁爱区二性循环站的宝雅商店 开出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大奖 有到过这两处地方消费的民众可以查看自己手中的发票 说不定您就是那位幸运的得主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